美国银医性侵上百名儿童 美国男子布莱德里 在人口仅3100人的 德拉瓦州路易斯镇 当小儿科医师15年 一名两岁女童 日前指控布莱德里 弄痛她的私处 报警侦查 才揭开她性侵病童真相 她总要求家长 让她单独诊查 用糖果或玩具哄骗孩子 性侵小病人或强迫口交 病童哭闹或企图逃跑 她则怒目相向 性侵得逞后 才让病童去找父母 她连6个月大的婴儿 也不放过 还全程偷拍猥亵过程 警方上周二逮捕布莱德里 在她住所查扣6台摄影机 数位相机上百卷录影带和光碟 检方统计 她至少侵害上百名病童 动新闻综合报道 3 2 1 2 3 3